谭云,我们帮你 中午诗瑶惊慌失措地呼喊 诗瑶,你们不是他们对手,谁都别帮我 谭云说话的功夫已然施展鸿蒙神步 下一瞬,由于速度太快 在夺过剑芒之后,便似是瞬间化作七人出现在七人身后 朝几人后背骤然挥出一圈来 随着清晰的鼓裂声,七人后背炸裂,胸膛暴突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口吐鲜血砸落在鼠石杖开外 这时,低空中的七道白色残影才重叠起来 转瞬间,以袭白袍的谭云出现在神色震惊的木蒙一等人跟前 如今的谭云自副,别说是皇甫圣宗 即便放眼整个大陆,灵魂九重之下,自己已然无敌 而这一刻,皇甫听风等人见证了谭云的强大 他们实难想象,炼魂镜三重的谭云 面对七名炼魂镜八重的敌人,如土狗一般击杀 谭云,待会儿首席大长老来了,可怎么办啊 忠无尸咬此刻,还是有些焦虑不安 你带着穆姐姐,快离开七脉吧 公孙若曦看着谭云,一时六神无处 毕竟谭云杀的可不是阿猫阿狗,那是熟悉的外孙 此刻除了皇甫听风显得格外平静 其他人都有些恐慌 谭云贪了贪手淡淡一笑 诸位不必担心,杀了就杀了,我倒想瞧瞧 弃买首席有能耐我何 诶,对了,吐曹兄,昨夜的酒还有吗 啊,有有 路人不知谭云要作甚,但还是如实回应 好,我现在突然想喝酒了,麻烦你帮我拿一坛来 好嘞 路人有些错愕 随后公孙若曦打开了仙谷禁止 路人进去不多时,便提着一坛灵酒卖出仙谷 将酒坛递给了谭云 谭云只手抓着酒坛猛地喝了一口 旋即便望向众人 我入宗十多年,很少交朋友 你们都是我的真心朋友 是在永恒之地,共患难,经历过腥风血雨的生死之交 可是就在刚才,这几个杂碎不仅羞辱了我,梦已失遥 还侮辱了冰冰清玄心仪紫燕 所以他们该杀 至于仙门弃曼首席 我倒想瞧瞧,他待会儿敢不敢动我 又以何理由动我 说吧,谭云身体潇洒一旋 抓着酒坛靠在一块巨石上 形谋中闪烁起森森的杀意 他打定了主意 若七迈首席真的敢动自己 自己不介意让士田魔元一棒子打死他 想当初他在外门内门如履薄冰 如今到了仙门 他绝不允许自己重蹈覆辙 处处被人牵着鼻子 被人屡次追杀到机遇走投无路 路人看着谭云挺起了大肚男 谭神帝,你的事就是威兄的事 那那的,待会儿我跟你作证 是他们交由自取,死了活该 还有我,我也作证 白鲤龙天等人纷纷复合 谭云看着众人摇了摇头 诸位的心意,我心领了 但我毕竟杀了气脉首席的外孙 你们一旦为我作证 那老东西势必怀恨在心 倘若日后报复你们 那可就是我害了你们了 尤其是若曦和施瑶 你们是气脉弟子 更不能为我作证 好了,你们都进仙谷别出来 剩下的我自己应付 谭师弟 你也说了,我们是生死之交 现在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呢 白鲤兄说的没错 我们留下来陪你一起扛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嗯,不平的意思 也是我的意思 其他人亦是质地有生 表明与谭云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决心 这是一阵急风吹过 谭云站在众人面前 情真一切 正因为你们与我是生死之交 所以我才不能把你们拖下水 即便我今后 遭到欺瞒首席的暗中报复 我还是有自保能力 可你们不同 一旦今日惹祸上身 若那老东西对你们下黑手 你们还能有葫芦吗 我不是和你们见外 是真心把你们当兄弟姐妹的 所以都听我的 尽先古吧 众人还想说些什么 慕慕一站了出来 我们都听谭云的 走,进去吧 这,好吧 谭师弟 待会儿你多加小心 百里龙天应声之后 仍旧不忘看向谭云盯着 随后公孙若曦打开仙古禁止 与心神不宁的众人迈入其中 两个时针后 苍穹中忽然传来一声苍老的怒吼 谁是谭云 话音落下 一道道身影便从天而降 在谭云面前 等时围上了十九个人 此刻围守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面色战红五官扭曲 他手中抓着的 正是之前逃走的那名乞买弟子 而这老者 正是先门乞买首席方苍海 在其身后的十八人里 有老者和中年人 还有慕容诗诗 这些人皆是先门器脉长老 就在一刻钟前 方苍海正与十八位长老 在仙殿内谈论 器脉十年一度的 气数大笔之事 结果就得知外孙被 谭云所杀 悲愤交加的方苍海 便抓着暴信弟子 凌空飞堵而至 其他长老 亦是紧随其后 那名弟子指着谭云 又看了看地上的七具尸体 十一 就是他 他就是谭云 他一共杀了八个人 七杀莫言 方苍海气得牢区发产之际 谭云又抓起酒坛喝了一口 玄机面朝方苍海 微微拘了一躬 晚辈谭云 见过前辈 晚辈见您来了 我也就心安了 他在方苍海 吃人的眼神里 指着地上 炼魂净八重的七具尸体 不闻不活 两个时辰前 您外孙羞辱晚辈 逼迫晚辈与他博弈 其量您的外孙学义不惊 被晚辈一拳打死 而这七个人 要杀晚辈 晚辈为了自保 一不留神 把他们也给杀了 你这个小杂种 杀了人还敢狡辩 即便宗主青睐你 今日你也得血债血偿